两个孩子走在荒凉的路上 拿着工具打算找点食物 终于来到树林 看到树上的果实 哥哥打算爬上去 树很难爬 老是下滑 担心哥哥的弟弟一直看着哥哥 尝试了许多次 依然上不去 放弃攀爬 只能用其他方法 和弟弟一起把拿来的棍子漆起来 弄果子 尝试了几个小时后 终于得到果子 把弄到果子捡起来 进袋子里 打算回去 路上经过一棵果树 哥哥又打算爬上去试试 这一次成功上树摘到果子 弟弟负责在树下捡果子 两兄弟 扛着一大袋果子回家 走了三十分到家了 姐姐正坐在门口等着 姐姐眼睛从小就看不见 把摘到果子倒出来 姐姐看着弟弟辛苦 也帮忙弟弟分担一些 在过去的二年里 三姐弟都是这样相互服侍过来的 姐姐看不见 觉得对不起 弟弟们 把弄好的果刀入盆中 跟姐姐弟弟告别后 哥哥就出门了 姐弟三人 好几天没能好好吃饭过 打算把果子拿去卖了换些食物 来的一户人家 问需要果子吗 大婶摇头说不需要 只能转身离去 来的路上还以为很快就卖光 但结果令人失望 这一次又被拒绝了 哥哥有些失落 但想到姐姐和弟弟 重新振作起来 不能放弃 大钟 姐姐和弟弟一直在门口等着 饥饿的弟弟一直双手抱头 家里的郭徐酒味涌 都生锈了 姐姐起身来到隔壁大婶家 打算帮大婶干活 换点吃的给弟弟 父母因病去世 只剩下孩子们的思念 把锅碗洗好后 又开始包花生 作为姐姐能为弟弟做的只有这些 大婶看着姐姐这么辛苦 给了一小碗花生作为回报 姐姐拿着花生 往家里走 一路摸索终于回到家 如果姐姐能看见 就可以为弟弟们买更多的食物 哥哥历经辛苦终于得到回报 大婶对果子很感兴趣 以三元的价格出售 大婶把钱交给哥哥 看着手里来之不易的钱 来到商店买一小袋米 今天终于不用挨饿了 辛苦一下午的哥哥 把头伸进桶里 喝水解渴 姐姐把水打上来 三姐弟就扛着水回家去 再没有父母的呵护与陪伴 三姐弟彼此陪伴熬过来 姐姐看不见 弟弟就是姐姐的帮手 把花生捣碎 三人就开始做饭 饥饿的弟弟眼睛 一刻都没从米饭上移开 米饭终于做好了 终于可以吃一顿热饭 这是没有配菜的饭 但依然很香 弟弟拿着勺子 把上面遗留的米饭扣干净 姐姐停止了进食 希望弟弟们多吃一点 在姐姐和哥哥的让步下 剩下的食物给了最小的弟弟 这些食物根本不能满足 弟弟长期的饥饿感 太阳落山了 在睡觉之前 三姐弟每天学习 父母孩子的时候 哥哥是家里唯一上过学的人 在教姐姐跟弟弟读书 哥哥的愿望 是将来送姐姐弟弟上学 年仅九岁的哥哥 每天都尽力而为 但有点厌见 没有希望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